這座教堂興建於1909年 是尖竹民府的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尤其是一到聖誕節 十分精彩 何時都看, 晚一點都看 未夠時間看表演之仔 不如參觀這個天主教堂 慢著, 在泰國進入佛紙要脫鞋 所有人都知道 但原來在這裡進入天主教堂 也要先脫鞋 沒錯, 於是如果大家有腳臭、鞋臭 好, 你們自己倒閉吧 這座教堂興建了 至今已超過一百年 而裡面所有的層設裝修 都是一個法式的情懷 你會見到玻璃窗, 哇, 多美 陽光一晒進來 更加出現一種華麗的感覺 這些玻璃窗來自法國 甚至乎地下的磚雅 都是來自法國 法國的情懷充滿古典的氣息 但也有一種亞洲的情懷 是甚麼呢? 大家看看天花板 天花板是否有點像船的內隆呢? 沒錯, 話說原來三百年前 大概三百年前 有一群的越南難民 逃難來到尖竹民府 他們將天主教堂帶來這裡 亦都幫忙起第一座的教堂 而為了紀念他們 於是這裡的天花板 就用一隻越南難民船的船底 以作這個紀念 此外大家也會看到教堂的尾端 有十二門圖的圖像在這裡 這些全部都是用人手畫上去的 其實在天主教堂裡面 還有另一個很大的賣點 就是我身後的聖母像 尖竹民府出名是一個寶石工廠 而你會看到聖母身上 其實有很多閃閃亮亮的寶石 有多少顆呢? 是二十萬顆 二十萬顆, 兼且還有金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聖誕快到了 如果你想這個聖誕 或是非一般的感覺 當然要飛來泰國 一來就熱烈烈烈, 不會冰冰冰 二來如果是這個尖竹民府 更加有一個非一般的感受 佳因這裡有很多東西玩 說了兩句, 我都真的很熱 這裡太熱情奔放了 不行 還弄一條洗頭髮 對, 說說尖竹民府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教堂 在聖誕節期間 這裡還有大型的花車巡遊 很多的活動 都很精彩、好看 就這樣就到了 作為一個佛教國家 原來這個市鎮裡 有很多的天主教徒 兼且慶祝聖誕的氣氛 都相當之濃厚 但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要來慶祝的話 原來他不是慶祝到25日 通常慶祝的日子 就是12月22日至24日 至於25日有沒有 視乎究竟是否週末日 如果是週末日的話 就一起玩 如果不是的話 就這樣玩到24日就沒有了 而在這個慶祝節日之中 除了有巡遊、表演 各方面之外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在教堂門外 有這個雷射激光的表演 你看看 整座教堂 加上雷射激光的效果 是否很漂亮、很奪目呢